台湾篮球的第一人 顶级联赛的MVP 却连续七年倒在了CBA季后赛的首轮 对于36岁的林志杰来说 他的总决赛之路 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艰难 SBL时期的林志杰 强壮、华丽、凶猛 有趣的是 在一场对阵台湾银行的比赛中 林志杰快攻单球Pico 因为用力过猛 不慎将篮筐扣坏 导致篮筐松动 篮板下垂 这一战也彻底含响了他野兽的绰号 29岁的林志杰 可以说是台湾联赛的超级巨星 他多次入选SBL最佳舞人 更是在06-08赛季率领台皮夺得两连冠 本人获得07年年度MVP 季后赛MVP 以及08年总决赛MVP 09年的夏天 林志杰选择暂时搁下自己辉煌的过去 义无反顾地披上了浙江广煞的战袍 成为了第一位效力于CBA的台湾球员 在CBA这个外源当道 本土球员被碾压的残酷赛场上 林志杰宛如一股清流 不仅让各路外源吃尽了苦头 更是给很多年轻的后卫树立了榜样 他凭借扎实的基本功 强悍的身体对抗 以及非凡的敬业精神 总能在充满对抗的比赛中 打出极其华丽的飘逸的效果 他多次在比赛中上野连续变相后的三分干拔命中 三分线外的假头真突 招牌的转身过人 甚至是快攻后无视防守的大理Pico 他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球场艺术家 在细腻与粗犷的极端对立中 小心翼翼的诠释着一个来自亚洲后卫 对于篮球的深刻理解 路过了第一个赛季的适应期 林志杰很快在CBA大展身手 在他来CBA的八个赛季中 曾七次入选CBA全明星比赛 生涯得分超过4000分 曾在1516赛季场均得到18.5分 对于野兽突出的个人表现 广煞却连续七年折戟季后赛首轮 蓝破魔咒 从0910赛季至今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广煞南篮全部进入季后赛 但是一直没有突破首轮 1415赛季 广煞季后赛首轮面对辽宁 结果他们三场比赛全部失利被横扫出局 1516赛季 广煞以第六名的成绩插入季后赛 但是在季后赛首轮他们再度遭到横扫 上个赛季广煞在季后赛首轮再次与辽宁相遇 最终以总比分1比3遭到淘汰 目送对手连续第三个赛季晋级四强 七年的时间里太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主教练从王菲变成了李春江 冠名商从明凯照明换成了广煞控股 从CBA赛鸟到队里的老大哥 身边的年轻人从王征王子睿到如今的胡金秋赵延浩 唯一不变的是林智杰对篮球毫无吝啬的激情 和对球队的绝对忠诚 36岁的林智杰知道 这次季后赛之旅很可能是自己最接近梦想的一次 但即便拥有豪华的本土阵容加万元配备 广煞队的季后赛之行却易如往常的坎坷 季后赛首轮由于福特森的不冷静行为 广煞队被深圳队逼入绝境 林智杰在这时候站了出来 他接连投中关键三分 系列赛场均17分 最终经过抢五大战才涉险过关 半决赛遭遇丁业宇航隐贤的山东队 林智杰迎续了自己首轮优异的表现 在首场比赛中 面对小丁的防守 他狂飙八击三分 最终拿下32分 让来势汹汹的山东队无功而返 在激烈的抢气大战中 林智杰一次次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冲向禁区 最终看下20分 帮助球队队使第一次进军总决赛 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林智杰看着对面年轻气盛的辽宁青年军 满眼都是自己7年前肆意奔跑的样子 无关胜负 无论结果 林智杰 这个和时间赛跑了36年的老汉 已经赢得了每一个篮球人的尊重 这里是小编秋迪 最后送上杰哥美如画的翻身跳头 我们下一期再见 可比 可比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